张淑珍 64岁 现居住长春市丧偶 市政府管理局厨师退休 退休金4000元 住房面积90平米 张阿姨和红娘 约在了自己儿子公司见面 平时没事啊 张阿姨就在这里帮忙打理打理 说话的功夫啊 红娘赶紧下楼去接 刚到张阿姨家楼下的高叔 这是小狗 来来来 我介绍一下 这狗都不钓毛吗 钓 钓毛了 这狗都不钓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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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 钓毛了 这狗都能钓毛了 这狗 这狗都不钓 这个狗已经十二三岁了 大姨很多年 所以我那个见第一个 也不知道搞啥样的 一年丑了可能有点 有点那啥 我这个人赶紧的程度 可能比你这个还赶紧 就我 就我 这狗都不钓毛了 我这狗太烂了 你家是这么熟 所以家很熟 太烂了 熟太耿直了你 不是我这人说话话 这是真的 喝过热的 我家你看我一个人 你看我那书房 我熟了 八八了 你车子 丑子好像不行 你跟我好像不 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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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高熟啊 就是这么一个直率的人 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 真有点为高熟捏把汗呀 单位破产 退休了 要不工资低 我工资高了你 两千四百块钱 你知道我能不能养掉你 你就说话就行 你要是说养不了 就不能谈了 你退休工资多少钱 我 付钱 你退休工资是你的 你可以存起来的 为什么叫你存起来人家 我有个说话 这个一旦有大病 我负担不起 我就善于表达 我跟你说话 我不想要是长的叶子 我就言就是 行就是行 不行那倒 要奔钱的肯定我不行 要奔房子也不行 我不 我这人啥也不问 嘿嘿嘿 还有个说头 我还得跟你说 有东西话说在面上 你要是履严 我不抽严 那我抽严 那我抽严呢 哎呀妈 抽严我 你不行我接受不了 你接受你刚有啥疑问啊 看不见了 我不说 那我就不说 抽严我接受不了 不行 你别 那我不抽严我训练 你感觉啊 性格有点低 我一说会抽严嘛 拿帽子要跑 你不管你 你抽严 我最好旅游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半截话 旅游咱们先讲开 可以 你讲啥 我给你讲呢 我负责不起 就是超过五百块钱以上 我跟你说 你看你五百五百一千还可以 你要是八百 咱俩一千六 咱去了我的工资两千四 咱还负责不了 咱之前 昨天你还跟我说一千能接受呢 不行 今天咱们五百了 喝水 不行 喝水 得喝水 不行 啥就得喝水 我不说了 这东西卖五百了 要損一百 你就来都来了 咱就把话说到明白了 哎呀五百 就是五百 我订了 订了那些人 她的工资 我说我不能复权那么多 如果我拿钱不用吃了 她自己都不复权 不玩了 那她不是啊 她不在乎你这些事 不是 不在乎 这会儿我要把油钱花光了 她的工资不往复权怎么办 谢谢大家